你讨计了舞蹈,中国舞蹈,在北京舞蹈学院。 你讨计了舞蹈当时13岁。 你怎么讨计导演员和演员呢? 其实我从小,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一个演员。 当我学习舞蹈的时候,我觉得我最大的理想,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进到省里面的歌舞团, 去做一个舞蹈演员。 如同我们小时候学习舞蹈一样,没有任何的创作性, 都是在重复重复一直在重复。 后来我当时就没有选择北京的团, 就回到了山西大学做舞蹈老师。 当我在做舞蹈老师,一年之后,突然有一天, 我的教室里面来了十个男人,全部都是男人。 然后我的戏主任跟我说,他们是要拍电影, 然后希望能看下你的学生。 我说好,没问题。 然后我就在他们面前给学生开始上课。 然后下课之后,副导演过来跟我说, 说这导演希望能够和我合作。 好,没问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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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往外面的电影是怎么说的。 这个人就有个过程的电影。 是的, 这是我有一个那个电影。 对我来说的。 是吗? 去到深圳世界之窗的五周团作舞蹈演员是我在我的中专,第五年的时候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,是学校派我去实习。 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去到深圳的时候,我觉得带给我的是潮湿的空气,新鲜的花朵,真实的花朵,不是假的。 因为在我们山西是空气非常的干燥,因为工业,所以空气污染比较严重,我很少能够看到新鲜的花,可是在世界公园,我所有的一切都看到了。 我觉得我每天美得不得了,然后每天穿的非常漂亮的演出服,就如同世界里面我穿的印度的服装,浓妆艳抹的,非常漂亮。 但是这种开心仅仅过了有大概也就三个月的时间。 我就突然发现,我今天过的日子和我来到世界之窗的第一天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。 当我快走的那一天,我也意识到,我最后一天和我的第三个月的第一个天也是一模一样。 整个在世界公园里面的生活,没有任何惊喜,没有任何能够让我兴奋的地方,只是在不同的重复重复重复。 当我拍世界的时候,我再次大概六年之后,再次回到世界公园的时候,我看到了我当时的同事。 我非常的,对我来说,我非常的难过,或者说我非常的不能接受。 因为他们一直在重复这样的生活,大概过了一时。 所以当我在拍摄世界的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导演在片中所想表达的一种东西。 我觉得那样的一种困惑是我年轻的时候,或者我年纪小时候所不能够体会到的。 但是当我进入拍,进入到这个世界公园,重新做一部电影的时候, 我才能够体会到在园子里,在园子里人的那一种困惑。 而正好我把这种困惑带到了赵小桃的身上。 因为我是很注重空间的一个导演。 比如说我会拍到三峡的那种拆迁的县城, 会拍到三西的一个小的县城。 我觉得赵涛有一种能力就是说, 他很快地能够跟这个空间融合到一起。 就是说当他出现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, 他不是一个游客。 他是一个在这儿生长、生活的人。 那么怎么样能这样?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通常所说的, 他愿意成为其中一个人。 不像一个游客。 他愿意认同于那个小城、小镇那个地方的人。 这是一个情绪。 但是最主要我觉得他有一个想象力。 实际上他是需要想象力的。 所以一直跟他合作就是发现每一次拍片的时候, 他都能给我在空间里面, 他的一些表演的方案会让我整个电影的空间的气氛更好。 世界里面有一天我们拍一场戏就是讲赵涛衍的这个女孩子, 他从公园跑出来, 跑到一个北京有很多地下的旅馆, 就是地下室。 那么在拍的时候我跟摄影师我们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, 说怎么样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地下室。 因为我们并不是, 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很索狠。 比如说拍他怎么一步一步走下地下室。 那么就想用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来呈现。 我们在商量的时候突然赵涛想到了一个方法, 他拿出他的手提电话, 他在找这个讯号, 因为在地下是讯号很差的。 那我觉得一下很惊喜, 因为你会知道他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想象, 帮助我们解决了解释了这个空间。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灵感。 其实从2000年开始跟导演, 跟家道开始一直合作, 一直到现在。 在这十年当中, 我通过一步一步的电影, 开始让我自己一点点的成长。 而通过一部电影的拍摄, 让我开始了解电影,热爱电影。 我觉得最终它将成为我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。 在工作当中的这些默契,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对导演的信任。 因为从一开始对导演的不熟悉, 到后来对导演以及对整个电影的认识, 我觉得导演一直会带给我们整个工作室, 所有工作人员一个理想, 一个方向, 就是让大家去面对真实, 去拍摄真实, 而让这些真实去感动大家。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说是只拍贾导的电影, 原话应该是贾导所有的电影我都会积极参与。 一会儿离个月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宁文贵